在第3章第2节 介绍在虚拟机中安装操作系统 首先介绍虚拟机安装操作系统的方式 我们与物理机对比 物理机支持光盘启动 从光盘安装 网络启动网络安装 这两项物理机虚拟机都是支持的 第3项是从ISO进行安装 这一项这又是虚拟机支持 实际上我们这只是说的通常方案 那么大家说物理机是不是支持 从ISO进行安装呢 实际上它也是支持的 但是这个手并不是直接支持 这是物理机的远程控制态 像我们上一节演示的 在戴尔夫器中 使用戴尔夫器的IDRAC控制态 加载ESX4A的ISO 给物理服务器安装操作系统 这也是可以支持的 只是只是物理机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远程控制态的一个功能 当然如果你的服务器有网络的开启案 它也是支持从ISO进行安装 优盘启动安装 这个物理机肯定是支持的 虚拟机是不是支持呢 实际上虚拟机也支持 我们添加就是创建虚拟机之后 添加硬盘把优盘把可启动的 可启动的优盘 挡成一个物理机的一个硬盘 就可以了 实际上这时候 对于虚拟机来说是硬盘启动安装 但是对实际方式是优盘启动安装 所以我们只说的是一个通常的方式 ESX4虚拟机安装操作型一般的方式有这种其中 就是网络运动安装 这要求网络中配置一个Windows部署服务器 第二是光盘引导安装 第三是ISO进行安装 一般我们都是ISO进行安装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做这个颜色 首先点右键打开控制态 打开控制态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使用 那么就到下载VMRC这个功能中 下载VMRC的这个远程控制态 如果你在这个当前几套机中 安装了VMRC Workstation 它也可以用VMRC Workstation外打开 这都是可以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载VMRC远程控制态 在这个界面里面 登录这个VMRC这个账号 用你的这个账号来登录 登录之后 就到了这个下载机这 当前我们做演示的时候是4.0.2的版本 它有Windows的 有Mac的 有Linux的 可以下载对应的产品 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 打开控制态 启动远程控制态 如果不选启动远程控制态 它可以直接在这个IE的这个浏览器中 来打开 第一次的时候提示一个无销的整数 我们选择仍然连接就可以 之后可以打开虚拟机的点源 在这个启动之后 我们可以可移动设备里面 短开这个服务器的链接 链接到磁板镜像SO 我们找到 我们当前演示是安装Windows 10 我们找到Windows 10的按照镜像标 当下最新外面是1803 我们找一个64位的外面 现在打开 好 选择打开之后 它在这个界面上停着 我们选择移动到SAT这 回车 这就开始Windows 10的一个安装界面 同样如果在这 我们直接点这个 它会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来打开这个控制态势 好 我们等这个 等它进入这个安装界面 选择下一步 选择安装 总体来说 我们都会安装Windows系统 对于我们这个管理院来说 应该你有一个常用的一个 各种应用软件的一个景象的一个 共享公共享服务器 这个后期安装配置或者做实验 都是很方便的事情 这我们就选择Windows 10的企业版 一般情况下我们做虚认机 对于Windows 10来说安装企业版或者专业版就可以 对于虚拟机来说 一般我们创架两个刺盘 第一个刺盘就是 一般60到80 再加上虚拟机的内存的1.500 比如我们要创架温度42008222的虚拟机 或者温度42016 如果你的虚拟机需要32G内存 那么你的这个 C盘 就是第一个硬盘 应该是60G加上32乘以1.5 就是 48G加上60 大约是108 你就给它分为120G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虚拟内存 它都是在C盘 如果需要数据刺盘 我们就添加第二个硬盘 有的时候需要第三个刺盘 就添加第三个刺盘 每一个刺盘成价 一个分区 这是为了后期扩展方面 在下一节我们就 通过实验的方式 来进行这种演示 好 我们等温度试试 来办成按照 这 温度试试 这就马上快安装完成了 选为改位与加入 如果不 如果是在家庭使用 那么这就输入你的Hotmail账户 就可以 你把位置语音试变这些都把它挂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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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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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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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进入这个 Windows10的操作系统 安装Wire 操作系统之后 首先需要安装的就是WireWireTools 在 就是用鼠标右架大截 虚拟机 可入机操作系统 选择WireWireTools就可以 选择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个虚拟机里面 打开资源管理器 磁电了 就一个WireWireTools的这个D盘 选择是 安装就可以 对于这个虚拟机来说 对于 问问试来说 问起或者问试 我们只向ms config 在工具更改UIC设置里面 启动UIC设置 把它选成 冲步 冲步通知就可以了 这话 每次就不至于出现用户账户控制的对话框 对于一些其他的设置 问试 比如这个 微软销量可以让它隐藏 或者下一个图标 你想应用商店 取消固定固定 可以这样 其他的一些设置 比如 点阅配置 对于虚拟机来说 虚拟机与我们的PC机笔记本不一样 笔记本的话 它是需要 嗯 可能是需要省电的模式 但是对于虚拟机来说 我们就进入这个控制面板 在这 直接收 控制面板 面板就可以 如果进行试试 它是需要激活 windows 这怎么做呢 这 对于我们 这个几段机来说 我们单位 一把都是会培植 KMS 找到你们的这个KMS这个激活程序 一般大家可以编一个激活的一个P处理 点右减于管理压方式云象 这选择要激活的操作行动 我们选择B 这里面我们当下安装的是windows10的一个企业板 我们就选C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KMS服务器的这个地址 1721896.1 我当前的这个网络也有DHCP 所以我们做虚拟化呢 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你需要有 AD服务器 DHCP DNS KMS 有时候你还需要这个 WS US等 windows部署服务 好 展望这个windows10就激活了 激活之后 在控制面板里面 找一个这叫点源选项 我们选择高性能 关闭显示器选择冲步 更改点源选项 刮壁硬盘 这就选择零 其他的一些水面 在此时间后凶面 这就不要选择 选择确定 保存修改 对于磁电脑 对于windows10来说 我们不需要它 系统保护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虚拟机 它的系统保护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关闭的 好 性能 其他的就可以选择 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了 它的修面模式 它占用的空间 我们看有没有 就是在这点右键 选新键 快捷方式 CMD 点右键 以管理源放选运行 CD 香港 这是有一个 这是一个虚拟里寸文件 这是它那个修面文件 我们怎么把这个文件给它去掉 就是这样 把它关了关了之后 我们再量 哇 这个文件还有 嗯 那就这样相关了什么 这是这个交换文件 这是基本配置 如果我们要配虚拟装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 对于这个 我们配置好一个虚拟机 来说 需要安装一个 基本的一些这个应用 如果你有这个 文件服务器 可以通过网络的文件服务器 来给它安装 比如我们装一个vnr 装一个 装一个输入上 其他的 比如装office 可以通过这个 加载这个 光盘 来进行安装 如果我们虚拟机 配着8成之后 不相使用了 怎么办 我们可以 跟正常的一样 选挂机 或者在这里面 点源里面 选关闭客户机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挂机 如果这个虚拟机死机了 选整常 关机 不弃作用的时候 那么那就可以在这个点源里面 选择关闭点点 点源 这相当于武力 以及直接断点 整常的情况下呢 在这个口机操作行动 选择关机 这是一个整常的一个 关机的一个操作 这是一个整常的关机操作 如果在点源里面选择 就是在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在在这里面 在点源里面 选择关机 这是枪着的一个关机 好 在虚拟机里面 安装操作系统 我们就先进行